大家好,我是开水 阿健在9月9号不幸的离世 她是在去年5月份宣布自己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在经历了一年4个月抗癌之后 阿健还是不幸的离开了 去世时才30多岁 阿健抗癌的经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然而今天一个不幸的消息再度传来 另一位抗癌的女士霍九九 在9月12日晚上11点50分因肺癌去世 想年29岁 看到他们的年龄都不禁感慨 现在年轻人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到了癌症晚期 霍九九从确诊肺癌晚期到去世有两年的时间 在2021年元旦的时候 霍九九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医院做检查 在医院拿到的结果让霍九九崩溃了 他被确诊为肺癌 当时医生告诉他只能活3个月 而且他肿瘤的位置大小 不能做手术 如果做手术的话出现意外的可能性 非常之高 当霍九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人是崩溃的 他想到了自己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还有亲人 不守着离开这个世界 他也积极地治疗 据霍九九说 他曾经尝试过化疗 但是因为太痛苦了 身体吃不消 所以他没有继续化疗 然而他却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2020年7月 他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打破了医生告诉他三个月的期限 而当时他许的愿望就是可以再过一个生日 他本身也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 确诊之后 他给自己理了一份心愿清单 其中有一项就是去看一场音乐剧 本来他买好了今年5月份的音乐剧门票 但由于欲情而延期了 当时他也非常的遗憾 给网友分享了这件事 事情被很多人传开 在7月份音乐节上他有幸和他的偶像一起同台演出 且现场的很多歌手还有很多网友 录制了很多祝福的视频 这让他非常的感动 让他有更加乐观的心情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霍舅舅在短视频平台上录了100多个视频 留给家人做一个纪念 每一个视频里面他都是很开心的状态 他想要把这种乐观的精神展现给每一位网友 同时也展现给那些不幸种上癌症的人 霍舅舅之所以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 最关键的还是他乐观的心态 因为一个人长期的情绪不良 就会导致免疫功能失调 身体里的坏细胞就不能被免疫系统及时的排查出来 中癌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阿健也在生前的视频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而且要养成好的作息时间 现在年轻人压力都这么大 环照房贷 车贷 上有老人 下有小孩 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 最不上心的却是自己身体 当疾病来临时 毁掉的却是一个家庭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心情 良好的作息时间 定期去医院减转身体 我自己做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